高雄民产近期爆出挂羊头卖狗肉遭冒名贩售 疑似是有不肖业者把未经检验合格的中国大陆 农鱼加工食品黛鱼酥放到了网路上兜售 被民众发现包装上产地写的是中国山东省 结果广告上却标榜高雄海产 打开标榜高雄美食的黛鱼酥看起来又香又脆 实际买回来包装上写的全是简体字 味道好像也不太对 原来这是从中国走私进来的加工食品 点进购物网站布置里面没有完整产品资讯 包装产地写的居然还是山东省 民众在网路上买到后悔不已 很闲又很新来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中国 所以也联系不到客服 如果吃了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没有任何管道可以求偿 会很恐慌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 一次从中国走私进来的加工食品 利用多个空壳粉砖投放广告 以健康可口介绍吸引消费者购买 一包带鱼酥在中国仅贩售4.5元人民币 约台币20元 拿到台湾来卖却以一包16倍的价钱 都受赚取暴利 就连带鱼酥的包裹上的名字 似乎也与诈骗网站有关联 没有经过相关的检验 它其实就出现在这个政府相关的反诈骗网站 常常出现的那种诈骗包裹的名字 卫生局将主动对产品发货地点 至业者进行查查 并以请司法单位进一步追查 低型消费者若是业者标榜货到付款 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 标榜七天鉴赏期不买亦可退费 出现中国用语货减体字等等 要特别留意 以免买到来路不明的食品 记得零一双网超级高手报道